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大学的教师终点费 私立大学要不要跟进比较 调整165%的问题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新政院合可 大专院校兼任教师终点费 应该要调整165%的一个方案 从今年8月以外要开始使用 为什么要调整165%呢 因为过去21年来 大学兼任教师的终点费 其实也包括专任教师的超终点费 都没有任何的调整 各私立大学竟然迟迟直到今天 都还不愿意公布 他们要比照办理 更有消息传出 私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开过会了 他们打算要联合调整 拒绝执行教育部的政策 假如一个老师 他可能在两类有在公秘学校兼课 也有在私立大学兼课 公秘大学兼课 五个小时的钱 等于在私立大学兼课 六个小时的钱 我们要说在这样的一种做法下面 它造成公司之间严重的阶层化 它是不是要导致 优秀的老师更难留到私校 是不是要导致私校的老师 要忍受更严重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要说明 这个终点费的基准 它的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保障各大学的专家和受负者 有一个基本的待遇 同时是确保大学的教学品质 有如同基本工资的道理一样 怎么可以因为公私营单位 有差别对待呢 如果各大学要在这个基准之上 要再来调整 各自来调整终点费 各个学校的老师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但是要在基准之下 来进行设定终点费 不论你是公校或私校 我们的高校工费 以及各大学的大学教师 都一直要来谈对 那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调长 大概跟国立大学的专家教师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也跟不会有什么损害 那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这很简单 因为这不是哪一个老师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私立大学老师的事情 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教育部在同意的过程当中 又开了一个后门 这个后门就是说 私立学校的财务部价 你可以不调 可是这个财务部价 可以不调这个说法的基准 其实是没有任何基准 好像都是自由新政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要看到私立学校 事实上他们每年的大部分的这些 校务基金 多数的私立学校其实都是正数 甚至于单年度的结余都是正数 那调整兼任的私立教师的终点费 乃至于私立专任的超终点 事实上对他们来讲 根本就是每年度结余的九能一把 所以是不为也而非不能理 抗议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私立学校的 什么董事长 曾经有表达说 你不让我涨学费 又要增加这个 接任教师的这个终点费 说不过去等等 那事实上 这两件事不应该挂钩在一起 学校其实不是没有钱 但他把钱要聘请国外大师来台湾 那这个很奇怪 一方面我们在点益本土老师的薪资吗 你不调长 然后认为本土老师没有什么发展 而且不给他们自由的学术的发展空间 那你把钱花在聘请大师 然后过了几年时间 二十年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台湾本土的学术 没有办法成长 然后这个研究的资源没有办法发挥 然后我们只是花非常多 而且更多的钱在 这个叫重阳 我们内外的聘请大师 第一年我们要求 8月1号起 各个公私立大学 应该要一律比照调长 私立学校 把私信系者 第三三条第十项 明明规定 十小教职员的薪资待遇 要比照 公校 同类的教职员 试问 终点费是不是薪资待遇的一部分 当然是 终点费不是什么特殊的奖金 不是什么额外的收入 终点费就是我们的办法 是我们收入的一部分 应该要比照公校 作为一个基准 在基准之上 各个学校可以自由调长 但是不可以低于这个基准 我们老师也要进行联合行为 我们各个社会者要联合起来 我们呼吁大家尽快加入公会 并且对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聘雇最多老师 明明收入 盈余还非常丰富的学校 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抗议 进一步的杯葛行动 我们不会让他们 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我们这些 大学的第一线受入者的权益 践踏在他的脚下面 那我们看到产业界对这种青年学者劳动博学 可是实际上在高等教育 也就是我自己的教学单位里面 其实他现在正在发生所谓的劳动博学的 老公压仗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那以我个人经历 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学校里面任教 其实那个霹雳奔波在公共交通上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疲好的书境 那当然除此之外 就是如果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每次拿到一个聘数 我们这个聘数我们每年在四五月 还在想说 下学也还有没有这个聘任的可能 以及有没有可能会被删减课程的可能 也就是我们每年都在思考 我们下一年度有没有这个聘数 我们会不会失业 就我们在劳动环境上 没有得到这个保障 这些学校他赋予我们很多的劳动的内容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思考 我们的劳动价值实际上已经 就是我们劳动的价值 实际上就是没有得到相对等的报酬 没有好的劳动条件 他就不会有好的专业的表现 不管是记者也好 或者是医疗人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大学教师也好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遍 最基本的道理 而当他们要一个好的专业表现 跟专业服务的时候 受到影响的 不会是只有这一些老师 或是记者 或者是医疗人员 受到影响的是被他服务的对象 也就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甚至是他的家长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了 不是只有私立大学 兼任老师的问题 它更涉及到的是 老师家长还有学生 整个的受教权的问题 所以我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也不会是只有工会的人站出来 而需要老师学生跟家长一起出来 相挺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底层的条件这么差 那你坚韧了就赶快变专任 专任的部份就是 助理教授赶快升 论文部教授 副教授赶快升教授 然后教授赶快变成课片教授 然后你只要站在经济市场的最理官 这些底下的人的悲惨跟你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应该踩在别人头上往上爬 那我们今天这时候你加入工会 就是我们认为那种的想法是错的 那种的想法是不实际的 而且那种的想法是不道德的 那我们今天在教育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要站出来反对那种认为说 劳动条件不好 完全是个人的问题的这种想法 我们要站在组一个阵线 现在教育部也在带头去做这种所谓的分化 或者是造成这个薪资的差异化 第二个邓教示范是在造成 所谓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所谓的对立 造成这个师校见任教师的次等化 同工不同筹的情形 很多的社会的民众 对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 本来就有不同的观感 那现在如果说私立学校的监任教师 他的薪水还比公立学校低 那我想这个对私立学校老师 其实不仅是在薪资待遇上面的一种不公平 也是一种在造成某种的社会上面的一种压力 或者说社会形象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甚至是一种负面的建立 那它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 或是私立的监任老师 他会觉得私校劳动条件是不好的 他会想要去移动到公立大学 那教育部不去思考去改善私立学校的劳动条件 老师的工作条件 那他却上促成了 反而促成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流动 那这个会造成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教育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弱化私立大学 甚至我觉得他是在想要去淘汰私立大学 以回避他没有能力去面对少子化的 这样的一种问题的窘境 我会发明了 这就是问题要 对那我们早不来 在柱里面的路面 就是了